特殊的角色 平常都演帅气的男生高肤帅 但这一次演出了一个单亲爸爸 独立带着女儿 这个角色跟平常的 所演出的角色有很大的不同 那你自己的心情 或是有没有在演出当中 有没有揣摩的时候发生什么困境 困境其实还好 因为其实 这一次演狗狗的爸爸 那跟女儿的其实戏份蛮多的 然后所以就是 发现其实真的带小孩真的不容易 然后加上狗狗的妈妈也在现场 所以有时候跟她玩的时候呢 你也不能太过活 因为这个妈妈 是丈母娘在看的感觉是不是 有一种这种感觉 就是妈妈也在现场 有时候她的奶奶也会来这样 对 所以就是还是要 然后捏一下分寸 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侧面听工作人说 就是呢在第一集的时候 贺君翔就一直问 请问会有多少吻戏 但这个吻戏呢是跟狗狗对不对 那父女间的青青脸颊 请问你有在准备18年计划对不对 18年 对啊等狗狗长大 10年就可以了 10年是不是 对因为她说 那个上次她说 她跟蓝正龙也拍过 然后蓝正龙说 愿意等她 等她 你妈妈说的 说她愿意等到 等她10年 对 他骗你 他骗你 对 然后像我们在现场 比方说常常说某人怎样 我就说 我看得出来 然后她旁边就会生气 她说 你什么都看得出来 对 所以平常没有遇过这么小可爱的女生 然后跟你互相应该 应该有差处不一样的火花 有啦有啦有啦 因为其实能够生这么漂亮的女儿 我真的觉得 还蛮余有荣焉的 余有荣焉 妈妈谢啦 妈妈今天有在现场好不好 这女婿表现得如何 10年计划之后 好那当然呢 我们的家宴 这一次呢 饰演了三菱女孩 你看爱情菱 工作菱 然后存款菱 在人生呢 迈入30岁 什么都通通归零的时候 这感觉很衰 可是呢 这样子的情景 你要怎么去面对 然后又要最真实 自然的呈现 我觉得算是演技上面 很大的挑战 嗯 因为我觉得30岁 其实是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嗯 然后刚好在这个阶段 她在 她的爱情或是工作 甚至她家庭也出了状况 她刚好在这个阶段 等于是 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 嗯 她就重新思考一些方向 方向 但刚好在这个时候 遇到那个石佩然 有没有整个开情的心 虽然在剧中呢 一开始我们 那个佩然事演 就是赫俊祥饰演的佩然 是那脑海中 跟心中只有女儿的爸爸 那怎么样的逐渐呢 你知道有女生 然后被吸引到 那个 距离感 要演出一颗石头的感觉 其实有一点难耶 不会难啊 就不要动就好 哈哈 就是呢 就是有距离 但是怡君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剧中 这个角色 她有一段是非常的特别 就是在感情 她的四年多 然后呢 就没想到发现了 未婚怀孕这件事情 但是 这个心情是很难揣摩 因为 未婚怀孕 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然后你怎么去揣摩 或者是说 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说 这样的事情有可能发生在 现在你自己的人生吗 我没有想过耶 可是在拍的时候 因为跟 我也跟 常常跟果果玩 因为她个性真的很可爱 很好 还是很纯真的小朋友 对 然后跟她相处下来 刚好 拍到那场戏的时候 会 很有感觉 会去想像 就是哇 你肚子里这个生命生出来 有一天就会变成这样 对 可是就是那种 其实像现在 我觉得很多媒体朋友 可能很好奇 因为我们在座的演员 其实 其实未来都会面临说 结婚啊 这一步 但是 我问你们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呢 对于未婚怀孕这个议题 我觉得 现在人都很好奇 我们的那个 石沛然 我们的贺君祥 觉得你人生 有没有可能 有这样子的阶段 还是你就说 有可能吧 有可能 就赶快结婚了 不一定耶 我觉得 现在社会这么开放 对 我觉得也有可能 嗯 也有可能 所以呢 进来 你看着呢 你的竞争对手 因为他们最后呢 一起当老师了 你的竞争对手 当时那个 在戏中 他这种未婚怀孕的角色 如果是你 你自己有可能发生在你的 让他发生在你的 真实生命人生中吗 我个那个 那个婚姻观念 比较传统一点 比较老舍一点 对我还是希望 有结婚之后再 就正常的程序 正常的程序 可是万一真的不小心有小孩 应该还是会结婚 我觉得 哇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勇敢的精神 那当然 我们刚刚有说到 我们拍了拆戏 拍了这么长一段时间 应该彼此都很有默契 我们现在是不是 来准备玩一个游戏 好吧 手指举出来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点快问快答 然后呢 要指向那一个人 然后我来简单的准备三个问题 就三个 因为刚刚我有说 请问 在拍摄过程当中 要指向那一个演员喔 好想一想喔 在拍出呢 我们勇敢说出 我爱你的时候 谁是史上最多的NG王 一二三 痣痣痣 谁谁 哎呦 我们的家宴有四票 连果果都比你 谢谢大家